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二 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7月初10 今年繼續是甲晨年農年 我們這一段時間 關於中國大陸 最多人關心的 肯定是 習近平這個 獨裁者 是不是已經 權力被架空 這節要說的是中共301 醫院 的目標 而洩露國家機密 兩件事有甚麼關係呢 對於一個獨裁者來說 除了想萬年執政 無限期連任之外 他最想做的 就是長命百歲 因為如果你有無限的權力 如果你可以無限連任 就是說 你跟做皇帝差不多 做皇帝就想長生不老 所以 中共的領導人也不例外 有消息流出 來自這個中共解放軍301醫院 裏面 透露了 原來這個 中共領導人 打算 是要 對抗死亡 好了 早前 已經有 不少人在這裏討論 如果 是習近平 他們通常會說哪個人 已經 是習近平 如果那個人也有90歲就大件事了 因為 現在 習近平 應該今年才是71歲 如果他有90歲 還要玩多19年 你說多嚴重 但對習近平來說 19年實在太少了 當然 其實不止習近平 任何一個 是中共領導人 都想長生不老 所以最近這個中共301醫院 這間醫院是直屬解放軍醫院來的 正確的名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但是 中國內地的人就是叫這間301醫院 因為這個地方 又神秘 又帶有威嚴 裏面的內容 全部不明 只是知道裏面 醫術是高超 最初這間醫院 是軍方醫院來的 而他的番號就是301 所以又叫301醫院 也因為當時的中共 基本上 是等於蘇聯的 複製品 所以每一樣最新式的東西 都是向蘇聯學習的 最近發生了甚麼事呢 最近這個301醫院忽然之間有廣告流出 廣告內容說是首長醫療保健工作的 說這個相關的工作 已經有60年發展 獲得長足進步 獲得長足進步 這些真的是匪夷 而他 形成了 預防 還有醫療保健復康醫療於一體 防癌 防心血管疾病 抗衰老 萬病管理 器官再生功能 嚇死人了 所以一聽就知道這個301醫院 肯定是有份 搞活摘器官 肯定是有搞器官移植的 而這個廣告最令人在意的是 說這個 醫療體系是全球第一的 他說中共的領導人的平均壽命 是高過 西方的發達國家領導人 2008年中共的領導人平均壽命 是88歲的 而廣告裏面更加說在2005年就啟動了一個叫做981 首長健康工程 而他的延售目標 是150歲的 當然 當然 引起群眾嘩然 因為 最令老百姓擔心的就是叫中共領導人長命百歲 尤其是當今那個叫做習近平 如果習近平 真是叫長命百歲的話 即是說老百姓還要折騰 30年 所以 現在是有很多人 差不多全國 如果真的有14億人 我相信應該有13億 9千990幾萬 其實應該 是差不多所有人都想去快點 這個已經成為了 現在中國大陸裏面 所有人的共同願望 沒有一個 獨裁者 是比這樣的情況 是更加危險的 因為 不少獨裁者 之所以能夠繼續威權和獨裁政府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有一群支持者 而那群支持者的人數也不少 但是好像習近平 那樣 身邊大部分的人 除了他的跟班之外 基本上 全部都想去死 整個中國大陸的所有人 都知道 如果不把雜包子 除下所有人 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這件事能夠 能夠團結到中國大陸的大多數人 他也算是相當之厲害了 一宗 好像平平無奇 沒有甚麼特別的新聞 裏面的含意相當之多 現在 大陸每一件事都會等於 直接刺激民族 直接 令到每一個人在想 是不是又是習近平的計劃來的 證明現在 差不多 是被習近平統一了內地人的意識 也算是說得上相當誇張 因為 不夠十年之前 還有很多人 是跟習近平說要發一個中國夢 說要 是國家 要復興 是偉大的民族 現在 每一件事 你都看到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 一心想做皇帝的獨裁者 所以近日 是所有的風聲 都對習近平不利 是所有的風聲都對習近平不利的 包括 這個 是 求是忽然之間刊登文章 刊登這個 竟然是張又俠的文章 但彷彿 就是張又俠出來回應 是現在 說這個兵變的傳聞 同樣 以往的 中南海絕對不會因為 所謂民運圈或者反對派 是傳消息 是出來需要這樣澄清 但是今天 竟然 要 刊登張又俠的文章 說繼續支持習近平 其實真的反而是證明了 習近平肯定是發生了問題 只不過 你現在 不知道到底是去到甚麼程度 近日焦點 一定 是所有人 都關注這個 是 老不死 什麼時候死的 最慘的是 以今天的標準來說 其實70多歲的年紀也不算大 所以 如果 他不是有甚麼特殊原因 也很難 會自然死亡 這個301醫院的廣告是觸發內地民眾 是差不多要崩潰的 就是說如果 是被 習近平 如果他是沒有被奪權 如果他 不僅長命百歲 你還要說 目標是去到150歲的話 我相信 真的不用開玩笑 整個中國大陸肯定是會毀在他手上 你不要說到 30年後了 其實3年後 到底有多少人餓死 現在 都沒有辦法 去估計 好 我們這次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還有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好 我們這次時間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結束了 肉 顏色 顏色 qué 肉 黑汗